今日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延烧 不只口罩连消毒用的酒精跟干洗手也都是一贯难求 不过想要帮居家消毒 其实漂白水就能达到消毒的效果 高雄市府就进入到社区 教导大家正确漂白水稀释比例的使用方法 防伴新型冠状病毒 民众要是觉得酒精不好取得 其实漂白水也有很好的灭菌消毒作用 又市府说明只要用漂白水以及清水 1比100的比例来擦拭居家或是公用场合 都有很好的灭菌消毒作用 卫生所人员带着防疫物资漂白水 进到三民区公所大礼堂 示范如何正确使用漂白水做清洁消毒 他们一般他们里面会有 就是说还会注明它的浓度 大概都是在5点多到6 那你选择对了 那基本上就拿回来 就是按照我们有一些公办的 为高雄市政府有公办的一些的 那个配方的调配方式 那就按照这样就可以了 邀请各大楼管理人员 面对面说明漂白水吸食方法 担心民众不清楚 1比100的比例拿捏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用养乐多瓶 倒满100毫升的漂白水 再倒进1000公升清水吸食 就是正确的消毒浓度 只不过还是要戴上手套保护 避免直接接触 戴手套戴口罩 然后如果怕眼镜会用到的话 就是可以戴一般的眼镜 因为我不建议大家 再去抢一些物资 所以就会变成说 尽量就是家里可以使用的 那如果是短袖 你就是拿长袖反套 这样的方式 然后再戴手套起来 这样就变成说 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身体都不会去接触到 为降低社区感染风险 尽管市府积极呼吁 买不到酒精 可以用漂白水 吸食代替消毒 不过对于常进出医院 或家中有婴幼儿 针对皮肤手部 清洁消毒 还是酒精作用好 如果是人 人体上的 或者是食 就是会吃进去的 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倾向用酒精 要睡了 浴室 或是厨房 我们都会睡一会 那现在知道 这漂白水 会使用的 还是 对啊 比较精致 漂白水就算稀释 还是有刺激 侵蚀作用 因此建议使用在 门法 黑关 电梯 按钮 大众叫场 接触的局部范围 居家也能使用在 拖地清洁 同时灭菌 掌握酒精 漂白水使用方法 才能事半功倍 达到确切的防御效果 记者李嘉隆 罗绍军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